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由于阳为您播讲 到了 随着车夫的声音,马车停了下来 玻璃车窗的另一面是一座巨大的宅院 方才一路过来,最后一段就是沿着这座宅底的围墙在走 李英估摸着差不多有半里多,半边半里,一边一里 如果四边都有一里的话,几乎就是一座小县城的规模了 李英的半档们早就从后面站人的架子上跳下 顺手将行李也从车顶取了下来 扶着魏普从车上走下,李英和张回更清晰地了解到这一座宅底的规模 正门横阔两帐,两侧向外延伸开去的帐高围墙,一眼望不到头 登上七级汉白玉的台阶,方是正门 珠色的正门门匪上,向着一排排铜钉 门楣上方的飞檐高高跳出 即使没看到宅院内的情况,只从外面看过去 也分明是一座高官显贵家的宅邸 莫不是走错了? 但抬眼看见门额上自然学会四个大字 这个念头便立即消去了 联想到方才车夫说的京师地皮的价格 再看看眼前的这一片深宅大院 剩下的只是感慨 不愧是三载府,四义正的自然学会 宽阔的正门中开 只有两个家丁庄树的下人在看守 好几人进进出出都没被查问 好像可以自由进出的样子 但正门的门柱上贴着报道处的字样 最下面一个箭头指向侧边的门房小门 帮忙将所有的行李都放下 车夫便要告辞 多谢三位官人听小人唠叨了这一路 小人这就回去了 三位官人还是早点去报道吧 这几日来的官人多了 再迟一点,好住处就又少一个了 李英洒然笑道 有这般多的通道就是没床铺 挑灯夜话也行 转过来,李英对魏普道 公使先生,我们已经到了 前面有个报道处,我们是不是这就过去 魏普年高一路车马劳顿也是累了 听了点头 就听李公子的,小老儿跟着两位公子 三人正要动身就有人迎了上来 来人长得有几分凶相 却跟所有的支客一样 将身段放得很低 一开口便是一连声的道歉 对不住,对不住 小人刚刚有事进去怠骂了诸位客人 点头哈腰的连行了几里 这位支客方问 诸位这是来报道的吧 魏章里三人都将请简取出 来人扫了一眼封面 就熟练的一攻腰将人往里请 三位官人是来得晚了 所以看不到多少人 前几天这里人进人出 都是过来参加大会的 把三人领进门房 还请三位官人过来签个名 将请简再报到处地上去 魏仆、李英、张回三人 都被支客带着在房间一角坐了下来 仆役们如流水一般上来 递了浸过凉水 又拧干的毛巾擦汗 又端上了果子茶汤 李英和张回面前放着解暑的凉汤 而魏仆年纪大了 肠胃经不住冰凉的东西 得到的特殊照顾 是一盏温热的饮子 除了茶汤 还有一盘子西瓜 都是小心地切成小方块 用一旁的牙签戳起来 就能一口吃下 不用担心脏了手 另外几叠小果子 一个个玲珑精致 都是地方上见不到的实心货 张回小心翼翼地吃了一块西瓜 又抿了一口凉汤 一边听着枝客的陪话 一边打亮着房间 即使是门房 也是宽敞明亮 比张回家中的房舍都要宽阔一些 而且连玻璃窗都箱上了 后面一扇门敞开着 看得见连着一间更宽敞的房间 那应是给客人仆人小些的地方 如果是宽府的府邸 可就是过来求见的各色人等 等候的地方 李英也同样在打量室内室外 看见李英和张回的举动 芝克就笑道 这地方是向雍琴商会借的 暂时作为这一次大会的会址 张回有些脸红收回视线 李英倒是对芝克的话更在意 暂时 芝克笑道 再过几年再开大会时 就有学会自己的总会会所了 总会会所 其实三位客人过来 都经过了预定的位置了 就在到这里之前的两里地 一来离车站更近一点 二来地形也更适合建大楼 几位相公 打算用钢筋混凝土来建楼 五层高的大楼 五层高 只有佛塔才会一层层的往上垒 寻常有个两三层 已经够让人吹嘘了 张回 李英还想细问 报道出那边就有声音传来 三位官人 已经登记好了 还请签名 说着一人捧了一本厚重的像一块石板的册子 另一人则拿着三个小布袋走了过来 三人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 在又厚又大的册子那页签了自己的姓名 魏普目不斜视 同样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在空白处留下了自己的名秽 签好了名 工作人员便一人一个布袋递过来 小布袋上有姓名标签 按着名字分别交给了张回 李英和魏普 张回将袋子打开 里面是一本小册子 还有一枚黄铜徽章 巴掌大的小册子 用的是揉制过的羊皮封皮 封面上有着自然学会会员证的溜金字样 还有凹凸文 应该是特制的刚硬压制而成 里面的第一页写着张回的姓名 籍贯和年甲 以及相貌的简单描述 后面几页是一栏栏的方格 其中第一栏已经改了一枚印件 只是简简单单的年月日 正是今天 之客介绍道 这是官人的会员证 是官人们作为学会会员的凭证 请小心保存 日后每年都要盖章审核 会员证的小册子 做得十分精致 理应嘖嘖称探 跟告身都差不多了 这是委托江左监下工坊所造 与造告身敌本的工坊就隔一道墙 本来是想直接借鉴告身的事呀 后来未必嫌疑 还是用了现在的形制 张回放下小册子 又拿起徽章 徽章不大乃是黄铜所致 直径大约只有一寸 跟二十文的大钱差不多 徽章的金黄中泛着些许红色 张回觉得应该是金铜含量比较高 徽章正面是带经纬文的桑树叶 是自然杂志现在所用的标志 而徽章的反面 焊接了一条尾部带钩的细链子 空白的地方张回看到了自己的性命 还有一串草码数字 正与会员证上面一排莫名的数字所对应 在黄铜上端端正正 是可下了这么多字 可比筑钱费时多了 一想到数千会员都有这样的一枚徽章 对学会的实力张回认识的更深了一层 请官人配在胸口 知客对张回道 指了指他自己的胸前 那里也带了一只大小差不多的徽章 不过不是铜制而是铁制 他一边示意怎么佩戴一边道 这几日进出学会以及用餐都以此为平 日后各地方分会聚会 也可用此徽章表明身份 又听了一阵注意事项 报道总算是结束了 方才出去的之客正赶着这时候进来 三位客人这几日的住所都安排好了 如果有办的 可则一人入内陪伴左右 其他人的住所也都安排好了 一会有人领过去 入住的客人 可凭身上的徽章和慧炎症自由进出 只是不能随意进入他人居所 而随行办的则不能随意走动 必须跟随主人进侧 已经说过了 理应心急道 可以先进去了吧 知客一笑转身 还请随我来 跟随着之客 一行人从门房内侧走进这间庭院 理应跃跃欲试 而张回则低头摆弄徽章 会员果然不一样 在他看来 这徽章简直是精致绝伦 之后回乡身上佩戴起这枚徽章 再亮出会员证 不知要献煞多少人 以后想要参加学会的 会越来越多 希望不要放低会员资格的条件 张回由衷叹道 以今日所见 学会的势力之大 财力之风 都是之前想象不到的 能参加这样的组织 让他倍感自豪 虽然有些私心 但他不能让那些 也只是一知半解就来写论文 最后败坏了学会的声誉的人 加入其中 应该不会 相国们应该能拔得稳 要想成为自然学会的正式会员 有两种途径 一个是自己在自然上发表一篇论文 另一个就是作为论文的资助人 作为资助人 是可以在论文上列明 只要资助的论文 有三篇成功发表 就能够成为会员 这样的条件 过去还算简单 现在已经很难了 两人正低声说着话 前面迎来一群人 所有人都是寻常服事 即使领头的两位 一看就气度不凡 但穿着依旧简单 是沈淑密和尤宝文 知客传音过来 沈阔 尤诗雄 张回和李英 一惊顿足 三宰府四一正 只是学会的高层力量 就让世人为之作舍 过去只是在纸面上有所认识 但现在一下就见到了天下最顶尖的 疏密副使和义正 张回和李英 立刻就觉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 沈阔隔了老远 便兴奋地大声道 公师兄 一向可好 一直都是谦和老者的魏谱 站定了 拄着拐 平静地笑道 托村中兄的福 尚算康健 刚才您听到的是 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 欢迎继续收听 《载职天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